新赛季的德加元赛已经开始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德媒,今日的焦点有哪些? 1.德国对今晚将与毕露进行一场友谊赛,乐夫表示首次入选国家队的左后卫书尔茨将首发。此外特尔斯特根以及布兰特也将首发。 2.汉堡富豪球迷之内,拥有汉堡志乐部20.57%的股份。他在采访中表示,他想要将自己的股份出售,但他依然会是汉堡的球迷。 3.在布兰没有雨的饼球队,梅棚的热身赛中,老将批发罗上演了进球和助攻的双梅开尔渡,帮助布兰梅以无比二获胜。 4.在德加坚木战中没有出场,拜仁中尉胡梅尔斯,表示赛季还很漫长且经常有一周双赛。此外拜仁中尉的配具也很强,因此他会接受轮化,也认为轮化是应该的。 5.德国媒体援引意大利媒体Kersia McClotter的消息称,多特有意爱因霍温,的墨西哥国角落洒落。 6.德媒揭露德国与宾鲁的比赛,本安排在法兰克福。 6.但德国足协主席格林德尔,担心极端球迷会老是并影响征办欧洲杯,而将场地调整到获奔海姆。 6.这个说法遭德国足协的否认,但德媒随后放出了一份内部邮件,证明德国足协的表态前后矛盾。 7.在德国与法国的比赛中,金米西担任6号位。 7.勒夫表示这会是未来德国队,在中场第一个方案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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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.勒夫表示这会是未来德国队,こう在中场他们你给大家线这 antig点。 8.勒夫表示这会是一顿目的比 Cho衣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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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